第五天结束了 你们还有五天可以用功 十天课程的一半时间很快过去了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剩下来的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善用他的时间 因此未来的五天对你们非常的重要 有些学生刚开始时内心有一点困惑 因为他们原本认为修行应该要持明 观想想象冥想等等才对啊 但是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是要求我们观察呼吸 不断的观察呼吸 现在又要我们观察感受 这算哪门子的修行呢 实在令人困惑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你慢慢的能接受了 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听了每天晚上的开始 部分由于你像助理老师问了一些问题 也得到了答案 但是绝大部分的原因 是由于你自己修行体验到这个修法的使用 并不是所有的疑惑都解决了 至少你们已经试了五天这个方法 虽然每一件事都蛮新鲜的 你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修法 但是至少你决定让我试试这个修法 我用功试试看吧 我们发现到了五天以后 大部分的学生开始非常认真的用功了 你要非常精进用功 依照指示用功 要正确了解你现在修行的方法 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做 这不是一种典礼 仪轨或宗教上的仪式 而是要你从头顶到脚趾 从头顶到脚趾按照顺序观察感受 今天晚上你会学到两种顺序 从头顶到脚趾再由脚趾到头顶 以这两种顺序来观察感受 这并不是一种仪式或是仪轨典礼 也不是佛陀拿着记录坐在云端上 看看每一位学生 这个人上下来回观察多少次了 张三多少次 李四多少次 王五多少次 上下最多次的人 就为他打开天堂最大的一扇门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没有人能为你打开哪一扇门 你必须自己去打开 你必须自己去敲门 这个门才会为你而开 你必须敲开自己内在的天国之门 自己内在的涅槃石像 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用功 从头一到脚 又从脚一到头的目的 是为了发展觉知的能力 不只是觉知心表层的实相 而是要深入到内心更深的层面 因为心的表层 只是在每一个根门上打转而已 当你们开始观察身体上的感受时 就开始深入更深层面的心了 潜意识的心 事实上从来不是处在无意识的状态 它一直清楚意识到身体上的种种感受 而且不断地对这些感受生起习性反应 如果察觉到愉悦的感受 就生起贪爱执着的反应 如果察觉到不愉悦的感受 就生起嗔恨厌恶的反应 这已经变成最深层的心的一种习性模式 心一直是这种盲目习性模式的囚犯 我们在心表层上所认知的任何道理 到达不了心的最深层面 在知识上 我们知道 我不应该产生负面情绪 没产生负面情绪 我就失去内在的安详与和谐 负面情绪是不好的 但是知识的认知并无法帮助最深层的心 表层的心和最深层的心之间 有很大的阻碍存在 现在这内观能帮助你打破这道阻碍 原本只是最深层的心 才能感觉到这些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 现在整个心都能够感觉得到 整个心现在开始清醒过来 开始对身体感受的实相保持清醒 表层的心与最深层的心之间 这道阻碍已经逐渐地破除了 25个世纪之前 印度盛行着很多种的禅修方法 而西达多太子成佛之前 也试过了所有各种不同的禅修方法 很多禅修方法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这些禅修方法也能够为人们带来利益 但是在试过所有的方法之后 他发现烦恼的根仍然存在 这些烦恼的根还依然伸直在心的最底层 从来没有被触及到 更别说要将它们连根拔除了 他称这些烦恼为随眠烦恼 其中 这个字是痛苦 烦恼的意思 是纯睡着的痛苦 烦恼的意思 它们就像沉睡着的火山一样 这些痛苦烦恼的根都还在 它们会不断地成长 茁壮 它们就像是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发的火山一样 爆发之后就会将一个人击败 制伏 我们便无法解脱 佛陀了解 除非他能够将这些烦恼的根完全禁除 否则他是无法解脱的 他发现 要在身体的感受上下功夫 开始时练习观察呼吸 因为 借着观察呼吸 能够引导你进步到觉知身上的感受 身上的感受非常重要 你继续练习 就能越来越清楚身上的感受的重要性 你正在练习你最深层的心 不要生起习性反应 较深层的心 它的行为和你耳朵所听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 鼻子所闻到的 舌头所尝到的 身体所接触的 心里所想到的事物 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最深层的心 一直都和你的身体上的感受有所接触 所有外在的事物和你的根门接触了 产生了某种的感受 这是因为 有部分的心 给予或好或坏的价值评断 在身体上就产生了某种的感受 而 这个最深层的心 只是去感觉 去经验这个身体上的感受 并且时时刻刻 日夜不断地对身体上的感受 生起习性反应 我们要如何改变新的最深层面的这种习性模式呢? 这整个修持的目的就是要去改变这个新最深层面的习性模式 不可否认的 痛苦当然存在着 如何脱离痛苦呢? 如何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呢? 生命充满了痛苦 世间充满了痛苦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各种痛苦 第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要接受痛苦的事实 痛苦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不能只在知识上接受这个事实 必须学习观察痛苦的实相 当你学会了如何观察痛苦后 这种普遍的实相就变成一个圣地 第一圣地 称为第一圣地的意思是 任何人只要能开始客观的观察 痛苦就只是痛苦 而不生起习性反应 那么这个人迟早会成为一个解脱自在的人 这是第一步 接受痛苦的实相 并且观察 只是观察 而不对他起反应 只是观察客观的观察 这就是你已经在做的 以缠坐一小时不改变姿势为例 半个小时多少还能够忍耐 然后真正的痛苦就开始了 哦 这么痛 真是痛啊 你勉强再忍耐了15分钟 然后真正的折磨开始了 真是难熬的折磨啊 有人告诉我 格因卡老师 这条正道实在太棒了 那一关这么好 我非常喜欢 而且你每天晚上的开始真是棒极了 我非常欣赏你的开始 但是请你把一小时不改变姿势的缠坐拿掉 这种缠坐实在是疯狂 只要把这一部分去掉 其余的就太完美了 我也很想把它去掉 但是行不通 你要面对的还是必须去面对 45分钟之后 变成一种真正的折磨 每一分钟都像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分钟 一小时 一分钟 一小时 你心想 现在可能早就超过一小时了 可惜我不能张开眼睛看看手表 一定早就超过一小时了 朱迪老师一定忘了时间了 然后 你突然听到唱颂的声音 太棒了 真好听 唱颂真是好听极了 太棒了 还有五分钟唱颂才会结束 你还不能翻开你的双手 双腿 还不能张开眼睛 但是 现在只要再熬五分钟 没关系 你心情愉快 我就要摆脱束缚了 我很快就能摆脱束缚了 哦 多么痛苦的束缚 多么快乐的解脱啊 你经验到两种境界 这整条道路就是要解脱痛苦 解脱痛苦的束缚 在一生当中 有很多时候你会面临痛苦的处境 如何去面对这些痛苦呢 可能是身体的痛苦 也可能是心理的痛苦 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呢 你现在就在学 不止如此 你训练自己保持平等心 当身上没有疼痛的感受 所有的感受都非常愉悦时 你清楚知道 我能够保持平等心 我不会对身上的感受 生起习性反应 当真正的疼痛产生时 你也保持平等心 也许 只能够保持几个插挪的平等心 其余的时间 你都在起反应 不断地生起习性反应 但是 这几个插挪这么强而有力 这种平等心 是如此强而有力 即使在一个小时当中 你只能保持几个插挪的平等心 这短短的几个插挪 会转变成几秒钟 几秒钟的时间 会再变成几分钟 有学生会跑来告诉我 现在我已经开始 能够享受我的疼痛了 是的 你已经能够开始 享受你的疼痛了 因为 你已经停止 对疼痛的感受起反应 过去 这些疼痛 不但是肉体的疼痛 你还给它加上心理的疼苦 如果 去除了心理的痛苦 你只是观察着 肉体的疼痛 痛苦的感觉会减半 然后 会变成四分之一 然后痛苦越来越少 你就开始逐渐脱离痛苦 你必须学习观察疼痛 以前 你新的习性模式 是只要有疼痛的感受 你就会不安 现在 不再会有任何的疼痛的感受 能够击败你 当你观察时 就只是观察 比如说 你观察一个非常疼痛的部位 就像医生检查病患一样的检查 医生不会觉得疼痛 他只是客观的检查 这里比较痛 那里比较不痛 你也像这样检查 不要对疼痛 不要对疼痛产生认同 疼痛就是疼痛 疼痛又怎么样呢 现在 你观察疼痛的感受 让我来 看看疼痛的中心点在哪里 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 你发现 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痛 某些部位疼痛的感受比较轻 就这样 你不断地分析 剖析这些部位 到了下一回 当你再次观察时 你会发现 这些部位 除了疼痛之外 也许是压迫感 然后 你就开始分析 剖析这个部位 这是压迫感的中心点 这里的压迫感比较重 这里的压迫感比较轻等等 就这样 你不断地分解这些部位 你也许会达到某个阶段 发现 某个部位的感受 不但疼痛 还有热的感受 也许还有脉动的感受 到了某个阶段 你会发现 即使有非常疼痛的感受 全身上下 还是会有一股潜在的波动存在 一旦你到达了这个阶段 疼痛就不再是疼痛 他不可能击败你了 不要期望 明天早上 你就能达到这个境界 这需要时间 但是 要学习如何去观察 由于就有着习性模式 大部分的时间 你都会生起习性反应 但是 有几个刹挪 你不起反应 在你不起反应的这几个刹挪中 痛苦就变成了圣地 第一圣地 你在客观的观察痛苦 当你学会了观察痛苦 就能够在经验上越来越深入 就能深入体验到第二圣地 也就是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 在表面的层次上 每个人都会说 我会痛苦的原因是因为外在的因素 某某人说了一些我不喜欢听的话 因此 我觉得难过 某某人做了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情 因此 我觉得难过 或者是 某件我 祈求的事没有实现 因此 我感到难过 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 它们虽然是事实 却只是表面 非常表面的事实 如果不了解内在的真正原因 我们就会不断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尽自己所有的力量 来改变外在的事情 不可能改善的 我们不可能改变别人 你也许会不断地尝试 但是 即使别人改变了 你能够保证 别人一旦生气 不会再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吗 这种事不断地发生着 一生当中不如意的事情时常八九 有时候你想要的事情 能够如愿发生 但是大多时间 都发生不如意的事情 你必须面对这些事情 必须进入心更深的层面 去发掘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 内观会帮助你 深入心更深的层面 并且发掘真正的原因 痛苦不是来自外面的 只有感官的事物存在外面 痛苦却是来自内在 痛苦在内心产生的时候 一定有某些内在的原因 造成痛苦 当你越来越深入内心时 你就会了解 不是因为听了开示 不是读了某些经典 某些书的缘故 也不是因为知识层次上 了解实相的缘故 都不是 是你借着实际的经验 而开始了解到造成痛苦的 深层原因 而且你已经开始观察 这个根植深处的原因了 因此 第二圣第四 造成痛苦的原因 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 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病了 医生为他看病 医生第一个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 如果医生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 就无法将病患治好 第二件重要的是 要知道造成这种疾病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这不只是症候 如果医生只处理表面的症候 这位医生就无法真正治好病人 我们必须进入更深的层面 如果我们找到造成疾病的真正原因 那么这项工作就容易多了 你就能找到一个去除病因的方法 一旦病因去除疾病也就好了 因此 借着内观 你开始观察造成痛苦的原因 并且借着这个修法 学会如何去除痛苦的真正原因 当真正的原因被去除 第三圣地就陷起了 这时就不再有痛苦 然后 你如何进入到了深层 去除造成痛苦的原因 这一整个过程就是第四圣地本身 所有这四圣地 不仅要用理智去了解 当然 我们必须先在知识上去了解 但是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实际体验 这样内观才能真正的帮助你 而且 这也是你已经开始做的 你越来越深入内在的实相 现在 你只是刚开始做而已 只要有疼痛就会有痛苦 哦 因为我做了这么久 所以才会这么痛 逐渐的你就会明白 你会这么痛苦 是因为你在肉体的痛苦上面 又加上了心理的痛苦 如果你 如果你学会只是去观察痛苦 那么 痛苦就会减低 当你不断地观察 继续不断地观察之后 你就开始逐渐地脱离痛苦了 这是怎么搞的呢 为什么周深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呢 这是由于我们的贪爱执着 你希望事情都能如你所愿 但是不可能如此 你想要排除某些不喜欢的事情 这也不能如你所愿 痛苦一定存在 这一点变得很清楚了 你看 生命的开始就是痛苦 生命一开始就进入痛苦的领域 从出生开始 我们就进入痛苦的领域 我们有贪欲 贪欲会很快地转变成执着 然后我们就会焦躁不安 小孩子哭着说 我要牛奶 我要喝水 他会哭 是因为哭 是孩子唯一懂得的语言 我们不断地成长 长大之后 你不想要的种种事情不断地发生 而你所需求的种种事情 往往不会发生 这就是一种苦 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 称为生苦 当一个人逐渐地长大之后 他就会得这种病或是那种病 得了病就会觉得很痛苦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得了这种病 这么糟糕的病 我可以忍受其他的病 就是无法忍受这种病 你会这么说 因为你不是得其他的病 试问 哪一种病会舒服呢 每一种疾病都是痛苦的 痛苦 痛苦 只有痛苦而已 因此佛陀说 病苦 一个人 人一生当中往往会不断地得各种疾病 人会不断地成长成长 衰老衰老 逐渐地年老 年老了就是一种极大的苦 称作老苦 一个一百岁的老人或是老妇人 由于年纪大了 身体毛病很多 不是这种毛病就是那种毛病 身体十分的衰弱 他们会祈求上帝说 哦 全能的神啊 请赐我死亡 让我能脱离这些病苦 你并不稀罕死亡 请你赐给我死亡吧 他们不断地祈求 祈祷着 第二天 医生进来告诉他们 老太太 现在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明天就是你的大县的日子 或者老先生 明天就是你告别世间的日子了 然后 这位老先生或是老太太 就会哭上着脸说 哦 不不 医生 我想我祈求错了 我不想死 我还不想死 我必须再见到我的儿子 孙子 曾孙 曾曾孙 曾曾曾孙 我这个还没做 那个还没做 请你行行好 救救我吧 我还不想死 死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称作死苦 还有什么呢 佛陀并不是玩着知识上的游戏 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 他就经验到了内在的实相 他在追寻 为什么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不断地深入深入 深入到内心 这个真理就变得很清楚了 哦 只要我们有任何的贪爱 如果这个贪爱不能满足 我们就会变得痛苦 比如说 你坐着禅修时 你有一种贪念 希望疼痛的感受 能够尽快地消失 但是疼痛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结果你就变得很痛苦 或者说 你希望能有一种非常舒服的乐寿 一种禅乐的乐寿 但是感受并不会因为你的贪求就产生 结果你也会因此而痛苦 无论你有什么贪求 只要你无法满足你的贪求 你就会痛苦 不管你和你不希望遇到的人 事物碰在一起 跟他们有所接触 或者是你希望和他们在一起的人 事物却无法在一起 你必须和他们分开 爱别离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极大的痛苦 佛陀从内心深处了解到这些道理 并且不断地深入深入 他体会到身心就是苦 这称作无取运苦 到了这个阶段 苦的道理就变得非常的清楚了 五运的其中一个运是物质的运具 这整个身体是由次元子粒子 所构成的 而其他的四个运是心里的运具 也就是心的四个部分 认知 辨别 感觉 极其性反应 这五个运具集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人 也就是所谓的我 并且对这个我 产生了极大的执着 巴黎文 就是执着 执取的意思 所有这五运 就是我们执着 执取的结果 而且我们还不断地 对这五运产生执着 像这样 我们不断地在痛苦烦恼中打转 因此 执着 执取 是造成我们痛苦的原因 这个道理 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有四个根本的执着 第一种执着 是对我 这个想象的我 所产生的一种执着 我们并不是真正地了解 什么是所谓的我 虽然 我们不断地叫它做我 我 这对次元子 为例是我吗 而心的这四个运具 心认知的部分 它认知之后就灭去 认知之后就灭去 这认知的部分是我吗 心辨别的部分 它辨别之后就灭去 辨别之后就灭去 这个辨别的部分是我吗 心感觉的部分 它感觉之后就灭去 感觉之后就灭去 这个感觉的部分是我吗 其习性反应的部分 其习性反应的部分 它生起反应之后就灭去 反应之后就灭去 这个其反应的部分是我吗 或者是 心的这四个部分 加在一起是我吗 身与心 这五蕴加在一起是我吗 但是这个我 却是如此的重要 我们总是把我摆在最前面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 不利于我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愤怒 就会变得焦躁不安 我们并不真正清楚 什么是我 却对这个想象出来的我 创造出来的我 产生了极大的执着 只要有人做了一件 不利于我的事 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不安 非常的不快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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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对于这个我 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执着 这种执着所带给我们的 只有痛苦 没有别的 只有痛苦而已 于是这个我的圈子 范围就开始不断地扩展开来了 你称之为我的我的 的一切事物 就进入了这个范围当中 然后你又对属于我的我的 的这些事物 产生极大的执着 你对属于我的我的 的一切事物 产生了极大的执着 你会说 哦 我的表 好棒的手表 这么名贵的手表 这是学生 从国外买来送我的 这么好的表 这么名贵的表 有一天 一不小心将表掉在地上 摔坏了 我开始伤心说 哦 这么名贵的手表摔坏了 在国内还找不到零件 我要怎么修理呢 伤心 难过 真是难过啊 一只同样款式 同样价值的手表 戴在我朋友的手上 不小心掉下来摔坏了 我并不会伤心难过 我完全不会伤心难过 相反的 我还会高级他说 喂 朋友啊 你应该很小心啊 这种款式的手表 在国内找不到的啊 你找不到零件来修理的 我不会伤心 我不会难过 为什么呢 同样的手表 同样的款式 同样的价值 但是 我不会伤心难过 每个人只会因为 摔破了我的手表 而感到伤心难过 我的手表坏了 我的手表摔坏了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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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产生的 是任何东西 只要是所谓 我的 我的 的任何东西 无论 它是几百块钱 或者是几百万 都没有什么差别 你对它产生多大的痛苦 执着越深 痛苦就越大 执着越强烈 痛苦也就越强烈 这是自然的法则 你修行越深入时 你对这一点 就会越来越清楚 执取 执着 必定会带来痛苦烦恼 而且只会带给你 痛苦烦恼而已 我举个例子 我记得 我刚从缅甸回到印度 大约两三年的时间 当时还没有内观中心 因此 想要将内观传给别人 帮助别人脱离痛苦烦恼的热心人 他们安排各式各样的场地 来举办课程 有时借回教的千真寺 有时借印度教的寺庙 有时借用教堂 有时借用学校 来举办时日的内观课程 有一次 课程安排在偏远村落的 奇纳教的寺庙举办 那是奇纳教的道场 因为地处偏远 所以只有一两个是当地村落的学生 大多数的学生 都来自附近的城市 其中一位上了年纪 非常群困的老妇人 有人给了她搭火车的经费 于是她来参加这个课程 在课程开始的两天 三天四天 一直到第五天 她都非常的高兴 她在这个修行法上 不断的有进步 她在第五天或是第六天时 偶然间知道 每天清晨 大殿会有格应可老师的唱诵 而且唱诵结束还有回向 她就问道 我可以去吗 我可以参加吗 施务长说 是的 你可以去参加 但是你还要在那儿静坐才行 是的 是的 我会的 于是她到了大殿 在那里静坐 在唱诵结束的时候 她非常的高兴 非常高兴 她面带微笑回到了寝室 但是随后却放声的大哭 哭啊哭啊 大家都跑过去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被毒蝎子扎到了 或者是被蛇咬到了吗 这位老太太到底怎么了 她不回答 她只是继续的哭啊哭啊 过了一好一阵子 她才错气的说 我带了一个不做的小钱包 来参加这个课程 钱包里头有20块卢比 20块卢比还不到一块美金 这20块卢比是我一生的继续 都放在钱包里 还有60年前我结婚时 家人送我一只银戒指当家长 银戒指也在钱包里 而且出门之前 有人给我一片甜饼 甜饼也在钱包里 每次上课 我就把钱包放在腿上 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 今天早上去大殿时 钱包放在寝室 有人把钱包拿走了 我被抢劫了 我遭小偷了 我一生的继续全部被偷了 她不停地哭 大家决议 20卢比的现金 加上不到20卢比的银戒指 算一算 也只有四五十卢比而已 你不要哭了老太太 我们会给你50卢比 你修得这么好 就继续好好修吧 老太太还是不停地哭 大家想 我们最好赶快收起一些钱交给她 这样她就不会再哭了 大家就开始乐捐 而且不止募集到50卢比 一共募集了100卢比 大家心里认为 现在老太太应该不会再哭了吧 没想到大家把钱交给她时 老太太把钱扔到一边 我要这笔钱做什么 银戒指是我的家装 戒指到哪儿去了呢 现在戒指不见了 大家就开始帮忙找 但是都找不到 到了下午 有人看到树上有一只猴子 拿着钱包 正在把钱包中的甜饼拿出来吃 大家就追那只猴子 拿回钱包 银戒指还给老太太 这时她才停止哭泣 不管是20卢比 或是200万卢比都是一样 有多少的执着 就会产生多少的痛苦 只要你对我 我的产生执着 你就会充满痛苦 我记得另一个例子 这也是在北印度 一个偏远的村落 有一位学问非常好的 印度教出家人也来参加课程 大约在五六天之后 他来找我说 格因卡先生 在中午12点到1点 你和学生有单独面谈的时间 而每人有10分钟 在当时学生较少 我通常给学生每人10分钟的面谈时间 10分钟给在家中 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对他们连10分钟也太多了 我是一个印度教的出家人 我有很多的问题 请给我半个小时吧 我告诉他 师父 我知道你会谈一些哲学思想 或这一类的问题 我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 我不会给你这么多时间的 哦 格因卡先生 这五天来 我已经知道谈论哲学理论没有用 我只谈论关于修行技巧的问题 关于修行技巧的问题 你哪里需要半个小时 来谈论修行技巧的问题呢 哦 请你给我半个钟头的时间吧 好吧 我想办法腾出半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他来了 前面五分钟的时间 他是谈论修行技巧的问题 之后 他突然改变了谈话的内容 格因卡先生 在那个大城市 你的寺庙 我的寺庙 寺庙是出家人住的 我是在家居室 哪里会有寺庙呢 格因卡先生 你要听清楚 是你的寺庙啊 师父 我没有寺庙啊 我是在家居室 我指导内观 我太太总是坐在我旁边 这是明确的证据 证明我是在家居室 我怎么可能会有寺庙呢 他还是不停地说 格因卡先生 你的寺庙 你的寺庙 他接着说 格因卡先生 在你的寺庙当中 有你的大象 我的大象 他在说什么啊 然后突然间我明白了 这就是印度 一个奇妙的国家 富原广大 有各式各样的传统 有些人相信某种奇怪的传统 医生当中 他们绝不用我 我的 这种肮脏的字眼 每次必须说我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你 必须说我的 他们会说你的 哦 现在我明白了 师父 是的 我的寺庙 我的大象 请继续说吧 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位放弃所有财产 过着出家生活的修行人 原来他在市中心 盖了一座寺庙 但是事先没有获得建筑执照 现在政府要拆除掉这座寺庙 市里的大象也不能留下 有关当局要求把大象送走 他听说这位市长 曾经去过缅甸 并且在我家做过课 因此要求我说 格因卡先生 只要你说几句话 你的寺庙就保住了 你的大象就可以留下来了 虽然他没有用过我 没有用过我的这些字 但是他还是有极大的执着 有执着就一定会带来痛苦烦恼的 而且只会带来痛苦和烦恼 没有别的 越深的执着就会有越多的痛苦烦恼 如果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 是永恒不变的 那么即使我们产生执着 也不会有什么痛苦 如果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的 我所拥有的事物 也是永恒不变的 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痛苦产生 但是问题就在这个我 我的都不是永恒不变的 任何我称之为我的 我的我的的东西 只要它们一消失 我就会变得无助 另一种情况是 我拥有的东西仍然存在 但是这个我却终究要死 一定会和这些事物分离 我也会变得无助 如果有执着 执取一定会产生极大的痛苦 我们会产生另外一种执着 对我的执着会转变成 对我所有的执着 诸如对我的观点 我的哲学 我的教义 我的信仰 我的宗教 我的传统等等的执着 我们对自己的观点 有强烈的执着 而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戴上了 有色眼镜 在看东西 并且对自己这副 有色眼镜 产生了强烈的执着 如果我戴上的眼镜 是红色的 那么看到了 每一种东西都变成红的 红的 红的 都只是红色的 如果有人戴上 绿色的眼镜 那么他所看到的 每一件东西都是绿的 绿的 绿的 都只有绿色而已 我们和其他人 不断地争辩 无法说服 他所有的东西 都是红色的 他也无法让我相信 任何东西都是绿色的 我们不停地争辩 即使挣破了头 也无法达成共识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所执着 我们都执着 自己所看到的颜色 我们并不想认真观察 到底是什么颜色 这种强烈的执着 带来极大的痛苦 还有很多人 执着于各式各样的仪式 仪轨和典礼等等 我在东方国家 看过很多人 非常执着于 每天的日课 每天的仪轨 他们来参加十字课程时 都会说 为什么不让我做 这些仪式仪轨呢 只要十五分钟 我就能够 做完我的日课 然后再来参加内观 当我们回答不可以 他们就会变得 焦躁不安 经过几天之后 当然他们开始了解 不能做这些仪式的理由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执着 就会有许多的痛苦 佛陀越来越深入 贪旧内心深处 究竟为什么会造成 我们的痛苦 答案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当一种你想要 某件事物的贪爱升起了 你一心想拥有它 得到它 你对贪爱产生了 极大的直取 接着贪爱就转变成 执着 直取了 或者是你不想要 某件事物 想摆脱它 但是却没有办法做到 嗔恨会转变成贪求 贪求转变成执着 直取 痛苦也就产生了 佛陀继续探求 为什么会有贪求呢 他当时并没有阅读 或是讨论经典 而是像科学家一样 进行着实验 去探求内心深处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很小的欲望产生了 你开始喜欢上它 很快的 它就转变成贪爱 一个想要摆脱 某件事物的念头 一产生 马上就会转变为 称恨 哦 佛陀当时的语言称为 贪爱造成直取 从一个很小的欲望 转变成贪爱 贪爱转变成为直取 甚至为什么还有这些微小的欲望呢 什么是造成的原因呢 佛陀亲身经验这一切的实相 所以对他而言道理非常的清楚 身上的感受造成贪爱 当你经验到身体上的感受时 如果是愉悦的感受 你就开始喜欢它 当你经验到不愉悦的感受 很快你就会厌恶 想要摆脱掉它 想摆脱就是贪爱贪求 感受造成贪爱 是造成促成的意思 而是感受的意思 感受会造成贪爱 而贪爱会转变成直取执着 为什么会有感受呢 感受的成因是什么呢 佛陀在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结论是 接触造成感受 只要一有了接触 身上就一定会产生感受 是什么和什么接触呢 这六个根门 眼睛和他的所缘 也就是某种形状 形象 颜色 或是光线接触 眼睛和这些事物接触 就一定会产生感受 当声音和耳朵接触 就会产生感受 当一种气味和鼻子接触 就会产生感受 当一种味道和舌头接触时 就一定会产生感受的 当某一种实体和身体接触 就会产生感受 对于一根 任何念头 任何情绪和心接触时 身上就一定会产生某种感受 为什么会有接触呢 这一点很简单 也很清楚 是六根造成接触 就是接触 是指六根 只要人有六根存在 每一个根本就一定会和它们相对的沉浸接触 世界上到处充满了沉浸 所以我们身上的六根和外在的六层会时时接触 为什么会有六根呢 什么是六根的原因呢 就是身与心两者的合合作用 也称作明色 为什么身心形成的生命是这样开始的 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了 这是因为世运之流一直持续着 一旦这个生命结束 这股世运之流又在某个地方生起形成另一个生命 世运不断地生灭生灭 在死亡时它灭去了 然后在某个地方又再度生起而形成另一个生命 然后这股世运之流又像从前一样生灭生灭 这就是世运造成明色或是身心之流 为什么会有世运呢 什么是形成世运的原因呢 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了 这是因为行运造成世运 心里的意志行为造成下一叉挪的世运生起的原因 你们会一再地听到 习性反应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指心里的意志行为 你一产生习性反应 在下一个叉挪就生起的世运 在临终时一个非常深的习性反应 像用铁锤在岩石上着磕痕一样 那么深的习性反应会浮现到新的表面 形成非常强大的推力 而让世运在别处生起 因此世运之下不断地形成 是由于习性反应 的作用 为什么会有习性反应 这一点也变得非常清楚了 因为无名造成行运 人会产生习性反应 是由于愚痴无名 什么愚痴无名呢 不是因为没有上过学或上过大学 不是因为没有看过什么经典 就叫做愚痴无名 也不是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开示而叫做无名 跟这些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里所谓的愚痴无名 是指在经验的层面上的愚痴无名 这里是指 一个人从来都不知道痛苦不断从内心深处生起 不知道全身上下都充满着感受 不知道他自己不断地在对愚悦的感受生起贪爱的习性反应 对不愚悦的感受生起厌恶的习性反应 在内心深处 一直不断地在进行这种整个的过程 这就是痛苦增长的过程 不断地产生痛苦 增长痛苦 不断地产生痛苦 产生习性反应 增长习性反应 这一切都是由于愚痴无名 现在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清楚 种种互为因缘所形成的环练也十分清楚了 首先是 无名产生了习性反应 习性反应生起誓韵 世运产生了明色或身心的新生命 这个身心产生了六根的作用 由于六根而有了接触 接触产生了感受 感受产生了贪爱 贪爱转变成直取 由于这种深刻的执着 产生出生的推动力 生命能够生生不息地流转 都是由于这种执取的力量的推动 每当生命即将结束时 这种推动力就 就限起了非常深的业力 我们称之为有业 这种出生的推动力就会推动 世运而形成一个新的生命 因此 这种生命的推动会继续不断地进行着 它并不会随生命结束而停止 它会继续 由于这种生命的推动力 在你死后 一个新的生命 就会开始 你会再一次出生 另一个新生命开始了 当生命形成后 人就必须面临痛苦 衰老的痛苦 疾病的痛苦 死亡的痛苦 求不得的痛苦 愿真会的痛苦 只要出生 就要面对身心种种的痛苦 这生命充满了痛苦 这个道理变得非常清楚 任何人越深入贪疚内心 这整个过程就变得越来越清楚 人只要去除无名 在实际经验上去了解实相 就会越来越清楚 痛苦是如何产生 又是如何不断地累积 要如何去除痛苦 要如何脱离痛苦 要如何打破这个因缘的环链 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来破除这条环链 要从哪一个环扣来突破呢 生命是从身心的合合开始的 只要身心一形成 生命之流就开始了 那么要怎么办呢 应该自杀吗 自杀能解决问题吗 哦不不 自杀绝对无法解决问题 我们绝对无法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人自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极大的痛苦 每个人临终的信念会影响下一个生命的第一个信念 临终的最后信念 如果充满了极大的痛苦 信念所促成的生命一定也充满了痛苦 因此自杀只会让人更加的痛苦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自杀不能解决痛苦 那么身心存在时 生命现象存在时 要如何解决问题呢 从下一个环节 从六根来解决如何呢 我们最好把六根给毁了 好吧 就算你把眼、耳、鼻、舌四根都毁了吧 剩下的身和心怎么办呢 如果要毁掉身心 一样又是要自杀 如何能毁掉六根呢 如果不能毁掉六根 那么就毁掉外面所有的六层 但是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毁掉所有的外在的六层呢 只要有六根和六层存在 一定会有接触产生 你是无法避免六根和六层的接触 而只要有接触 一定会有感受产生 你没有办法不生起感受 感受这个环节 就是培养智慧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把智慧的斧头 在感受这个环节 将生死的链条从这里砍断 只要人活着 身上就一定会有感受 外在的沉静 不断地和六根中的这个或那个根门接触 每一刹挪 心和物不断有接触 而且产生感受 由于无明无知 我们利用感受生起了贪爱 或称恨的习性反应 现在 我们必须改变这整个过程 感受还是一定会生起的 我们利用感受 培养智慧 了解实相 了解感受的特性 感受不是永恒的 它变化无常 生起又灭去 让我看看它能持续多久 是的 它不断地在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 发生生起灭去 马上的疾病 从我的手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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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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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房子呢? 为了寻找这一位房子的创造者 我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不断地出生 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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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充满了痛苦 生命中充满了痛苦 甚至是出生在最高的梵天境界 衰老和死亡的痛苦也是存在着 并没有完全脱离所有的痛苦 哦!房子的建造者 现在我看到你了 我找到你了 我找到你了 一定要有一些木材 钢筋 水泥 或者是砂石才行 现在 我将所有的东西毁掉了 我摧毁了所有的建材 你已经无法再为我建造房子了 什么是建造房子的材料呢? 我的心 现在已经从所有的夜行当中解脱出来了 会造成再度出生的习性反应 已经完全地根除了 并且 将贪爱也完全地根除了 完全地不再有一丝一毫的贪爱存在 不再会产生新的习性反应了 所有旧有的习性反应都已经根除 我现在不会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了 这是到达完全解脱的境界 只要能够努力地修行 任何人以及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但是 必须自己努力 必须靠自己用功才行 我们无法靠贪求或者是祈祷来达到这个境界 这并不是某种奇迹出现 然后我们就能够获得解脱 我们必须靠自己用功才行 每一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用功 在这十天当中 你学会了一种教导你如何用功的方法 这种方法教导你如何进入到你日夜不停地生起习性反应的内心深处 在这个地方 你不断地生起贪嗔 贪嗔的习性反应 除非你能够感觉到这些感受 否则你要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习性模式呢? 在佛陀生前 佛陀当时和佛灭之后 都有许许多多的禅修方法 然而佛陀所发现的 佛陀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发现 除非你能够到达习性反应及贪爱升起的内心深处 否则产生痛苦的整个过程就仍然存在 你就无法脱离所有的痛苦烦恼 你所有的贪爱都是由于感受而升起的 你可以称这个方法为Vipassana 内观 或者是任何的名称 任何方法只要能教导我们观察感受 而且对感受保持平等心 这种方法就是一种解脱的方法 一个人要非常幸运才能够接触到这样的禅修方法 并且必须非常有福报才能得到正法而走在正法的道路上 当然这是一条长远的路 不管这条路有多么的遥远 也许像亿万英里那样的遥远 都必须从踏上第一步开始 现在你已经开始踏上你的第一步了 对于那些从来都没有踏上正确的道路上的人 我们无法预测他们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 而那些已经在正道上踏出第一步的人 就非常有可能会再踏出第二步 第三步 一步又一步 一步接着一步的 必定会达到最终的目标 要好好善用剩下的五天 学习如何走在这条正道上 这条正道上走落多远 你就已经改变了多少的新的习性模式 就有多少的不敬烦恼浮现到新的表面而被去除掉 比如说 如果你头上带着一百吨的包袱 现在已经去掉了一吨 这样很好 你只带九十九吨回家 比从前轻松了一吨 像这样 以后你会拿掉十吨 二十吨 五十吨 九十吨 等等的 谁又知道呢? 尽量拿掉你的包袱 这样回家的时候 就会觉得轻松得多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内观法 学习将头上的包袱去掉 学习去除你的痛苦 而过更美好的生活 过着更安详 更和谐 更快乐的生活 要好好善用剩下的五天 愿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美妙的修行方法上 建立起稳固的基础 在法中建稳基础 为了你能更好 为了你的利益 为了你自己的解脱 从习性的反应束缚 锁链 枷锁当中解脱出来 而享有真正的安详 真正的和谐 真正的快乐 愿你们都能够获得真正的和谐 真正的安详 真正的快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